清水溪生態保育協會認良的小黃山生態保育示範區 是竹山鎮上的新興觀光景點 到訪遊客相當熱絡 為了維護此處生態環境 讓其能夠永續發展 協會每個月都會發起兩次的清晰活動 我們今天就是來這裡全開 全開的外面 再來整理這裡的環境 尤其這是我們人用的所在 就是我們現在的景點 很出名就是小黃山 小黃山生態保育示範區 這些來的廊所 最可能都有20-30台的遊覽車 所以這個環境也是要求大家來維護 在竹山鎮清水溪生態保育協會成員們的用心投入下 將小黃山打造成一個環境優美 生態豐富的生態保育示範區 成員們也歡迎能有更多人一起加入他們的行列 我是加入清水溪生態保育協會 從創會民國84年到現在 我們就到這邊來撿肉壽 每個月都來兩次 清早這邊的環境 維持這邊的環境 是我們清水溪生態保育協會在保護的 這邊風景不錯 是小黃山 大家都禮拜天禮拜六 加入很多遊覽車來這邊觀光 最近我們是第四合川區來做做一些有這個 生態儲在這邊啦 我們以後可以做做生態教學之用啦 裡面有魚有許多生態 所以歡迎大家過來 清水溪生態保育協會也希望大眾能夠多加給予鼓勵 讓他們有動力持續投入 將小黃山地區的生態環境持續維護 藉此帶動觀光 因為我們的學會所有的兄弟姊妹 平均的會所都差不多六七十歲以上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 這都是志工 有時候網路FV裡面盡量把我們做鼓勵 不要一直把我們打擊 因為這是大家都十二天 我們也歡迎大家 來我們小黃山山 在四萬區這裡撿頭 撿頭之後再用FV給我們分享 給我們鼓勵 讓我們鼓勵的身形 繼續鼓勵在這個地方 議長和勝峰肯定協會的用心 將小黃山生態保育示範區環境來做維護 也要請各地民眾有機會都能夠前來一遊 欣賞這邊獨特的地形風貌以及生態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導